荣耀歸給神 感謝天父 是的 牧師 然後還有師母 還有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又有機會在那邊 為主做見證 我感謝主也 感謝牧師 還有師母 其實帶領大家 然後去參加高雄好牧人 這個營會 這次其實到 在請假這四天到高雄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征戰 因為我本身在鴻海 是做一個小主管 要連續請一週 其實是蠻難的一件事情 然後其實在請假的時候 當我要跟 就是要想請假理由 大家都請過假 就是想要稍微說一點善意的謊言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要用什麼理由 結果腦中就閃過經文的一段話 就是 基民之前你會三次不認我 我就想說 對呀我為什麼要找理由 我到底是在怕什麼 信耶穌是很榮耀的 Amen嗎 所以我突然決定 就直接在我的家單上面 就寫說去高雄受訓 然後括號教會課程 然後送去我們婦禮辦公室的時候 婦禮就這樣就看了一下 四天然後看 其實我是請五天 因為我還有其他事情 然後婦禮這樣看我一下 然後好像他也覺得蠻正常的 他就直接簽名 然後我就過了 Amen 我要各位神 那這一次四天的課程 其實真的是大大的充滿了 每一個訊息其實都是 都是敲到我的心裡面去 課程當中 很多高雄福氣教會的牧者們 他們用非常淺顯易懂 然後很幽默風趣的方式 引用聖經當中的經文 讓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使命 以及上帝對我們所有門徒的命令 就是耶穌基督叫我們來 然後他就叫我們去的 這樣的一個命令 而且福氣教會整個氛圍 其實就是要成為門徒 就是要傳福音 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個 國中二年級的一個學生 然後他居然國中二年級 就開始擔任幸福小組的扶長 這是讓我蠻厲害 就是蠻震撼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從一開始 其實這位小弟兄 也是沒有信心的 但是他從接受神的呼召 從沒有信心到接受神的呼召 到說出那句我願意 這個小小領袖的信心 不就是我們一直向天付求的嗎 那再接受到神的呼召 而且福氣教會 它整個核心文化 就是講三代門徒觀 這也更是深根在他們教會當中的 每一個弟兄姐妹當中 而且所有教會 他們的弟兄姐妹都可以用這樣的信心 來辦幸福小組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那最後的三天四天的好牧人營會 也讓我知道如何超越性格上的極限 其實我傳福音過程中 我們都很想傳福音 可是好像都會忘記要先通過神的功 來認識自己的不足 而且在這不足當中 我們仍然會願意說出我願意那三個字 那也真的很想鼓勵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一起來來領受 如果你有已經試過 我們有試過很多方法傳福音給家人 或身邊的朋友 那或者是目前追尋主的道路上面 有一些困惑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就是方法了 就是開始行動 從幸福小組開始 Amen 最棒的是我覺得在四天的過程當中 我漸漸領受到全能服侍的恩賜 而感謝我的牧者 然後更讓人興奮的是付出 用愛來超越生命 以及性格上的極限 將榮耀歸給神 感謝天父 Amen